今天呢 我們要搶先體驗的是 傳說對決的下一個改版 龍之國的龍澤春雨 在官方的這張照片裡有五顆包子 而小青手指的地方呢 是台服的下下一位新英雄 這到底是男孩還是女孩呢 這麼可愛一定是男孩子 還記得我們之前跟大家揭露 小青那個全新的造型沒有錯 開場就先給你一個胯下的下馬威 沒想到這個造型是下一季的 排位賽的免費造型呢 官方這次福利真的送太大了 今天我們要玩的是台服 下一位在1月即將上市的 新英雄令月 我們今天所要玩的這個版本呢 是接近上市版的版本 英雄已經被官方平衡的 不要不要的哦 那令月這隻英雄呢 開場只要打一個口號 你就能提高你的勝率哦 就是陪我走吧寶貝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在下一個改版當中呢 隊友一開始學習的技能 你可以在訊息欄清楚的看到 今天會分享非常多的改版的訊息哦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影片哦 好了那令月這隻英雄呢 沒有錯在剛玩的時候 哇真的超級暴力 傷害超級高 但是呢不知道官方是看了 我們的影片之後 沒有啦開玩笑的 就是呢發現令月這隻英雄太強了 所以做了非常多平衡哦 首先你可以看到 我們先講弱點再講優點 這樣玩起來你會比較順手一點哦 弱點就是他的技能冷卻空窗奇增的太久了 雖然打一套傷害呢 如果你命中目標是可以把對手給擊殺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弱點就在這邊顯現出來了哦 這中間有四五秒的時間 你是沒有辦法去輸出的 令月這隻英雄是法師 你總不可能用近戰的普攻去點吧 另外官方呢 這一次也算是削弱令月哦 在你放完技能之後呢 你的一二技能會多了一個 被動技能兩秒的冷卻時間等等 你可以注意一下哦 還有這次的全新改版呢 令月傷害 雖然沒有削弱很多 一樣你可以看到哦 我的技能只要重複命中到 其實對面只要是軟皮的英雄 前期都會被消掉三分之一的血 另外在遊戲的時間呢 在上四級之後呢 會多了一個按鈕 有沒有看到 四級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會通知隊友 你已經到達四級了 這樣比較方便溝通 尤其如果你是單排的玩家 這真的非常重要哦 那另外官方呢 在魔龍以及凱撒的圖示 都有做了一些更動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的魔龍圖示 有沒有很像是遊戲王的 太陽神的那個巨神兵 欸不對不對 太陽神的翼神龍 抱歉我口誤了哦 好那一樣把兵線推過去之後呢 我們就往下移動哦 那一樣哦 令月這隻英雄很簡單 技能比反而很簡單哦 一二技能是一模一樣的技能 一技能跟二技能的差別 就是一個是近距離 一個是遠距離 大絕招有個非常完美的控場 就是可以把對手直接往後推 加上挑飛哦 可是我覺得玩起來的手感 跟一開始玩的時候 手感差很多 大絕招的距離 我覺得有稍微的變短一些些哦 另外這次龍之國的改版呢 有很多英雄都有被算是調整吧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最新的情報 你剛剛可以看到拉茲 直接被我調飛 不過我預判他的位置錯誤 他往後跑 所以我的技能沒有擊中他哦 那你會說 那令月這隻英雄被官方削弱 那他真正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認為令月真正好玩的地方 是在遊戲時間你在上七級或是上八級 或是你的爆裂法杖一出的時候 在這邊可以看到我直接把納克 哎呀 我挑錯邊 我剛剛是想要繳瞬移 把納克直接挑到塔下 結果我被直接控制住了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巨大的弱點 就是令月非常害怕 這種垃圾車的英雄哦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垃圾車 我家附近在收垃圾 就是這種只要能夠貼近令月 給他一拳的英雄 尤其是越貼他他就越害怕 他所有的技能在把大絕招開完之後 就只剩下一個瞬移 弱點就在這邊 所以在遊戲的一開始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我要說陪我走吧寶貝 一開始在上四級之前 拜託各位輔助 一定要好好的保護他 當令月成型之後那個傷害 哇 絕對不是開玩笑 所有人 有沒有看到這個菫 直接被我削掉哦 削到變成寶劍室的OK棒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在我打出法術傷害 造成他血量的時候 他的血是慢慢扣 就是他有做一個美化的 美化的該怎麼講 這個要怎麼講啊 就是反正他的血量 會慢慢的掉成白色 看起來會比較順眼一點啦 就是 現在所有的傷害都變成這個樣子 他會變成灰色白色 然後再慢慢的掉下去 我不知道 這個的用力是什麼 不過我覺得畫面看起來 算是變得蠻舒服的哦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無情的輸出 另外令月呢 算是前期吧 算技能可以無限刷 你可以看到 弱點就是 前期在裝備沒有成型前 還蠻 蠻缺魔力的哦 所以我看到在體驗伺服器 有些令月 他有點 魔能充盈哦 嗯 我覺得都可以啊 看你想點犧牲之斧 或是魔能充盈 我覺得兩個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令月現在還是要使用 萬鈞聖雷再配上魔力 哇 我點瞬移 體驗伺服器 Lag啊 我剛剛是跑的掉的 哇 這個拉茲 整場就是要針對我就對了 另外全新的改版呢 有一招非常有趣的 挑戰者技能 叫做弱化 之前我有介紹過了哦 我覺得新版的輔助 假如像是芽芽帶弱化 或是一些坦克型的輔助 我覺得會變得非常強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弱化是什麼 就是 他按下去之後呢 會有一個高額的減傷 然後附近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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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米奇神奇了 有給我一個 比良權哦 那個弱化除了有高額的減傷之外呢 哦哦哦哦哦 然後 還會有一個附近降低傷害 有點像是以前有個像 大雷技能的效果 我有點忘記那個技能 叫什麼名字哦 可能只有老玩家知道 就是按下去負責 旁邊會暈眩 好像0.3秒還是0.5秒 然後會降低對手的輸出嗎 我有點忘記欸 如果你知道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好啦 那我們在這邊呢 拉好距離之後 無情的輸出喔 訂閱這個英雄 就是拉開距離 一直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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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對面直接變成殘血 讓我繳了一個錄移 嗚 啊嗚 好可惜喔 就是 就是 哇 他的近身跟遠程的技能 感覺很容易被 會玩令月的玩家去對付我 那如果不會玩令月的話 你大概會覺得 哇 他好強喔 怎麼能 一直無限的刷技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對面的佩娜 他一定玩過令月 他在丟技能的時候 不斷的靠近我 令月最痛的技能就是 他的技能在交錯的時候 一般的話是兩倍 這樣就兩倍傷害 那如果你有強化丟出去的話 這樣就是四倍傷害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對面前期 一堆人站在一起 我丟出我的強化技能 對面的血是直接 飆到不見的喔 這就是令月超級痛的原因喔 那在普通的時間呢 還是要有一個 超級強的輔助 沒有強的輔助 令月也很難玩起來喔 他不像是圖倫這種英雄喔 有自帶位移的技能 他就是一個超級大砲法師 又痛 然後冷卻時間又短 再來就是又脆弱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法師版的輸吧 就是你的傷害取決於你 到底瞄的準不準喔 那這一場你覺得我瞄的準嗎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這場我可能瞄的不準的原因 第一個是 香港的先行體驗服 真的太Lag了 我好幾次 明明我的瞬意只要按出來之後 他就會 躲掉 可是他就是原地不動 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啦 那納克羅斯過來喔 我家的垃圾車也過來 我們把納克羅斯 衝進垃圾車裡面 像是納克羅斯這種英雄啊 後期的令月 你只要那個四倍傷害喔 不是五倍券喔 四倍傷害灌在臉上 血應該就剩下五分之一的血條了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跟著凱撒一起 無情的推過去 喔 凱撒怎麼血量瞬間就被打光啦 這個紫色的葡萄汁有夠討厭的 跟著我走啊 兄弟們 艾里過來 艾里過來 蝙蝠俠過來啊 蝙蝠俠要去處理旁邊的獵魔師喔 那身為一個人對付納克羅斯 納克羅斯也是一隻 很好對付令月的英雄喔 但是對面的納克羅斯好像 非常害怕我的技能喔 納克羅斯打令月 你就是一直飛飛飛 飛到他後面喔 一直把他技能消耗掉 你就可以無情的收割 好了 那我把納克羅斯 彈起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他剛剛血量 瞬間見底他 我想他應該也嚇了一跳 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我沒有想到傷害可以這麼高喔 對付近戰的令月就是 把技能呢 擊倒四倍傷害之後 放了強化一技能之後 往旁邊 往他正面跳一個大絕招 只要是軟皮喔 應該是都會直接被秒殺掉 那如果對付遠程的話 就是一直刷強力的二技能 往對手的臉上 灌四倍傷害就對了喔 他的這個範圍其實蠻大的 我們不要看他是細細的一條 他其實觸發的範圍比 我是覺得比動畫還要久太多 哇 拉茲 直接過來奮力的一搏喔 但是還是直接被我們給打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輸出評分表 我這一場我覺得玩的還好而已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傷害打了2735%的團隊輸出 這就是全新的英雄令月 真正可怕的地方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好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